就這一塊 現在有一個麻煩就是 路口那一塊地 聽說是被賣掉了 我們現在要再找 我們現在在跟地主要開部落會議 他如果這邊OK的話呢 那至少我們要先請環保局 還有那個環保局還有河川局 就讓我們把這個地整起來 就是屬於我們武峰的河濱公園 對 在我們對面的地方 有一塊非常大可以媲美 植東河濱公園的地 作為一個武峰鄉 第一個生態公園池也好 或是油氣區也好 那個地方就有必要再搭做一座橋 讓花園村 這個不管是人口進出的地方 作為一個有環形的概念 不會因為災害 而讓一個村就變成一個孤島 影響到這個老人家的醫療 或者他們就一定要繞到尖石 如果那邊也崩塌的話 那就完全就沒有到處 這個地方如果把它建構起來的話 它可以作為跟清泉一樣兩端 兩端作為 那我舉個例 如果我在這邊辦鐵馬比賽 這個是起點 那我AB兩線 我A線可以從大愛到白藍 B線可以從花園到竹林 一直到清泉為終點 那這個地方就可以透過運動休閒 去打造一個園鄉的特色